最近刷论坛发现了一则讨论 中国汽车8月出口超过30万辆 而当月日本的出口数据则为29万辆左右 超越日本成为当月出口最多的国家 乍一看好像也没啥 但这可是出口数据 这是中国汽车首次出口拿到全球第一 所以网大了说 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的事件 车前炮决定来一期销量马后炮的特别版 分析中国汽车出口数据的走势 在进入正式分析之前 先看数据 2022年还没有过完 我们分月度来看 就发现2022年中国汽车出口的月度数据 基本都能超过20万辆 而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 2022年8月 中国汽车出口汽车出口30.8万辆 环比增长6.2% 同比增长65% 创历史新高 历史上首次超过30万辆 实际上7月份的27.7万辆 同样是当时的历史新高 可以说中国汽车出口数据 每个月都在增长 再往回看中国汽车的出口 以年度为单位 2000年中国汽车的出口量 只有2.7万辆 此后逐年增长 期间除了2020年受疫情影响 出现了一定下滑之外 其他时间全部保持增长 2021年随着新能源汽车大面积出口 出口量出现了翻倍式增长 年出口从百万级 一下突破到200万级的水准 此前的中国汽车品牌 基本都是埋头苦干布局中国汽车市场 原因很简单 中国汽车市场那么大 全球车企都在中国市场角逐 这么大的市场 主要被世界各大车企瓜分 没有把自家的汽车市场拿下 就望远抢占全球市场 无异于吃人说梦 而民营车企起步太晚 跟全球公司竞争实在相当艰难 奇瑞 吉利 长城和比亚迪 只能在10万元以内 合资品牌不大看得上的 利润率极低的市场 艰难生存 哪怕日益壮大 只要跟合资硬碰硬 就立刻败下阵来 在燃油车为主导的汽车市场 技术壁垒太多 技术和品牌积累差别太大 中国品牌别说布局全球 在中国本土竞争都艰难异常 技术层面 比亚迪汽车一军突起 依靠独特的战略眼光 比亚迪从品牌建立之初 就立足于做新能源汽车领导者 前期的比亚迪确实相当艰难 但认定了前进方向的比亚迪 在新能源汽车最核心的电池 电机和电控这三电技术上 都有专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随着刀片电池和超级混动技术的发布 比亚迪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旗下所有新能源产品一车难求 就在9月份 比亚迪的单月销量已经突破18万辆 而且全部都是新能源车 这样的销量规模 已经看齐中国合资品牌 老大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等 传统汽车品牌